進入小豬之前 我們複習一下複習什麼呢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是阿本嘛對不對 那阿本的頭上長一顆頭 叫做甲本 那兩隻烏龜黏一起叫做奈 那如果兩隻烏龜是用倫敦鐵橋連接的話 他們叫做什麼 連本還記得嗎 那如果連本在身上接了綠叫做什麼 多綠連本 昨天有膠 然後還有帶到心之類的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到三隻烏龜 傳說中有一個池塘 五隻魚 飛鏢射下去只有三隻會死 或者只有兩隻會死 為什麼 為什麼 蛤 隨便 不管你射幾隻都只會死兩隻 對 因為三隻魚閃標 好 這個字怎麼唸 哈哈哈哈 來來來 這個字怎麼唸 衝 恩 恩會的恩長一個草褲 然後有一個大 一個框框 好 再一個大 好 好 大 大什麼大 我叫大人啊 人什麼人 大人說的不對喔 好來快點 恩 恩叫做膠 綠油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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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油腦是誰 奈 安息油是誰 本 這些油不要忘 這些的油不要忘記 綠油腦 綠油腦對 綠油精的那個綠油 綠油腦 綠油腦 綠油腦可以吃 不行喔 什麼為什麼 呵呵 好啦 如果你想要 清一下腸道的話 你該去吃啦 好不好 再請進 好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了 大人忙去啦 開什麼會 蛤 服役委員會 所以以後 你就投票投那個啊 以後禮拜一到禮拜五 就cosplay啊 對不對 哈哈 禮拜一海綿寶寶 party 全部人都是穿海綿寶寶的來 禮拜二天線寶寶 party 對不對 而且天線還不可以動錯形狀 昨天我問過你們 回去擦了沒 拉拉什麼的形狀 彎的 彎的喔 閃電的這樣 黃色的閃電 還要記起來 黃色的閃電 拉拉 啊 紅色咧 小波是什麼 小波是繞一圈喔 喔 啊 丁丁咧 三角型紫色 還有一隻是 迪西綠色的 一根橫的這樣 對不對 好 直直的 好 大家把它記熟 喔 哈哈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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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要讓小朋友笑啊 哥哥 那個嘎嘎是什麼 欸拉拉喔 欸拉拉山水蜜桃 錯 對不對 好 來分 幾個碳 幾個青 馬上算出來 怎麼算 如果慢慢算 你就GG了 這邊六個 多一個六元環加四 多一個六元環加四 所以總共 十四個 青呢 總共幾個青 幾個 首先 保和的時候交過二N加二 這樣幾個 這樣三十 好 那請問你這邊有幾個拍幾個環 幾個拍 拍在這個地方注意看 1 2 3 4 5 6 7 7個 7個 幾個環 我們現在有7個拍 7拍 減14 減14 三環 減6 減20 所以 最後它的分子是叫做C14H10 這個是N 綠油腦 它們當分都拿來做染料喔 衣服的染料 那詳細的我就不多說 再來有一個是這樣 烏龜 烏龜 最後有一隻烏龜飛起來 所以這隻就叫做飛 飛起來了 有沒有 開心喔 飛起來了 那考試必考的是這兩隻 這兩隻叫做 同分一溝 分跟飛是同分一溝 飛的分子式也長這樣 因為你看它們都是用三隻烏龜去相連 三隻烏龜相連結 好簡單喔 有沒有發現 簡單到想哭了 有沒有 太簡單了 今天這節課可以把24結束掉 好感動 蛤 什麼 小禹昨天回家有沒有寫功課 兩張考卷 喔 抓到了 貓來了 喵 好 我又不是考試考不完 叫你再回家寫 回家問 喔 禮拜一啦 昨天就講完 疲心時空不好意思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 超無聊的 我們來看一下寫到第幾大點 我們來瞄一下 三四 叫做 一取代 一購物 我們來看一下 芳香廳 一取代 一購物 芳香族 只有一個取代的一購物 小禹今天要去優惠喔 穿那麼帥 喔 被發現 好啦 高中時期 老師還是覺得以 讀書為主啦 讀書為主啦 對啊 國畢老師也是這樣講啊 如果你 我是大學教授 我也會跟你這樣講 對 這個時期還是以讀書為重 男女朋友就把它當作一種 人與人之間的交際 應酬這樣 然後學習如何的 進對應退這樣 送套子有沒有 又交了一個女朋友嗎 沒有 沒有 還是有三個 一個是一三 一個是二四 一個是三六 然後禮拜天休息 是這樣嗎 禮拜天是網交是不是 網交陷阱多 平安回家最好 好 來 看這邊 我們這邊一取代 我們今天如果有一個取代物 要接到這個 所謂的烏龜的身上的時候 我告訴你 它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接 為什麼 因為你接完之後 你可以找到對稱線 對稱線畫出來 有一條 兩條 三條 我們畫這三條就好了 在不超過對稱線的情況 它只有一種 畫法 會不會太快 不會吧 它只有一種接法 所以 我直接用簡單一點的方式來寫 種類 我就直接把它寫在它身上了 它只有一種 它只有一種 這個是阿本 參考的是阿本 再來是奈奈 奈奈身上如果要一取代的話 請問你有幾種取代方式 而且阿我們以前老師都教我們 男生鐵銅銀金 女生金銀銅鐵 女生金銀銅鐵 你如果一直交男朋友 到後來就變得沒有價值 因為你要很好追 人家就會說 Oh that girl is easy 所以你要讓自己變成別人對你的評價 你的評價 別人對你的評價是 Oh that girl is extremely difficult 這樣 超級不難 這樣 哇那個她說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是男的 男的喔 男的如果你一直教人 他就會說 喔 那個男的做青菜 對不對 對不對 隨便 怎麼你看 就跟那個 宋同學一樣 對不對 沒有啦 開玩笑了 沒有啦 就是說男生不是用這樣 男生是說 你好好的念書 等到你不得了的時候 什麼都不得了 像那個什麼 什麼Facebook的那個人 你看 他以前都沒有交男女朋友 他就是 最新在他的Facebook 他光是那個程式嘛 寫了幾十萬行耶 用ABC這樣去打 打了幾十萬行 才打出你現在在玩的Facebook 他是用一句一句的程式語言 去打出來 他剛上線的時候 那個頁面醜了跟什麼一樣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社群網站 這部電影 他剛上線 他剛launch的時候 他按下去 launch launch the website 把他的網站 掛到伺服器上面 超陽春超醜 到現在感覺還不錯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男生鐵同銀金 好好在你的專業上面努力 好不好 到時候你就變得很有魅力 知道嗎 你不好好努力 你老的時候就是沒力 好不好 好來 有幾種接法 首先我們先畫出所謂的對稱線 對 語重心長啦 但是人聽進去的有幾個 對不對 希望你是其中一個吧 蛤 下班生思考啊 精子充腦無法思考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太高了 哈哈 然後有幾種畫法 同學會這樣說 老師我知道 我們來看看有幾種畫法 有一種 兩種 壓線算界內 所以三種 欸欸欸欸欸欸 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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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彪南方事件課啊 高中的時候看了一集 然後 我媽說你在看什麼 我說我來看南方事件課 我媽說是喔 他就坐下來給我看 看沒兩分鐘 他就說你在看這種東西 你試試看 哈哈哈哈 然後之後我就改寫規正 我就開始 看其他的卡通 看那個蠟筆小七 那不然還沒有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寶 我媽要硬砸電視 哈哈哈哈 我看蠟筆小七的時候 我媽就說 你在看這個你給我試試看 然後 連買漫畫都不行 我媽還蠻不錯的 還要幫我 過濾一些 現在講怎麼那麼過濾 海綿寶寶寶 紅的跟什麼一樣 對不對 海綿寶寶那個智商 看一次降五十 蛤 對啊對啊 同訓店成像 他是有研究的 來注意看 我現在紅色框起來的這個地方 紅色框起來這個地方的碳 接了幾根化學線 四根 所以三號是不接東西的 它只有兩種接法 紅色框起來的碳 是不接東西的 什麼意思 我講清楚一點 你注意看 我們直接從耐這個分子 來做討論 耐的身上 剛才講叫做C10H8 對不對 那它要怎麼畫 耐叫做C10H8 那你注意看 這是它的結構 它接的氫是這樣接的 這邊接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老師紅色框起來的部分 是不接任何東西的 因為它已經四個化學界 達到飽和 所以耐的C10H8結構 是這樣來的 那你幫我寫一下 叫做本本相年 不接親 本本相年的時候 中間不接親 本本相年 中間不接親 你要有這個概念 不然你在找易購物的個數 你常常會在中間 找錯 你會多畫 回家要念書 不能憑著上課的記憶 你就想要解題 那是 禁止的 禁止送你一個單字 好不好 化學課 送單字 開始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prohibit 叫做禁止的 怎麼記 prohibit 因為很久了 那是prohibit 要去報禮筆 要把禮筆 禁止的 要知道嗎 記起來 po禮筆 禁止 一筆是誰 幾號 扣分 31喔 蕩掉 蕩錯人了 32 兩個都蕩 蕩掉原因 不認識一筆 而且還寫 不認識舔附真 然後寫得非常正式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你多扣十分而已 開玩笑的 然後來 什麼東西 不用扣到十分都會被盪 然後臉本 好醜 臉本 專屬完美 近乎科學 隨便 哪有 好 對稱線先畫 對稱線先畫完 有幾個地方 有幾個地方可以裝 取代機 1 2 3 4號都不OK 4號都不OK 你怎麼樣做 很簡單 把雙劍還原 就有答案 把雙劍還原 就有答案 4號可不可以再接東西 一接就怎麼樣 插爆 插爆 不行 所以只有三種 好 本 帶太子 還有連本都做完了 接下來要做 蔥 你們最愛的蔥 恩 金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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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我現在再不能亂講北韓的壞話 聽說前一陣子 那個 台灣發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外交事件 外交醜 北韓的一個叫做所謂的什麼什麼什麼 文化觀光部的部長 進出台灣不曉得幾次 他從新加坡申請的旅遊觀光簽證 就進到台灣來 晃了兩三圈就走了 然後外交單位完全完全沒有去掌握到他的行動 而且那個北韓的那個官員 他是可以講一口流理的中文 所以你亂講他的壞話 他回去跟金正恩講 他回去跟金正恩講 他們就按一個Launch 然後就飛這樣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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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TPA打贏他就按流這樣 他跟南韓那應該沒有關係 好所以你看喔 這個地方是 這個地方是不接親的 本本相連 中間不接親 好不接親之外 其他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口物的種類 有一種 兩種 這邊不接 所以三種 衝衝也是三種 衝衝衝也是三種 最後來看小恩恩 不是 小飛飛 小飛飛 最好是飛沒對稱 專心看 跨文 熊誰 對哪裡 中間 哪一邊是哪一邊 中間 西線 外星人喔 西線 好 西線的千 只有這個 好 奔奔相連 不接親 不接親 的地方把它框起來 其他我們開始來寫 一購物 有 一種 兩種 三種 四種 五種 小飛飛有五種 小飛飛的部分有五種 這是一取代 欸 嗨 難得對不對 難得不見面 已經不錯喔 這個禮拜蠻振作的 讚 睡飽了嗎 那也不錯 這叫做體力的調節 對嗎 好 再來 多取代 芳香族 多取代 芳香族 多取代 來 預備 開始 C6 A5 X C6 A 4 X2 C6 A4 XY C6 A3 A3 然後西陸 A3 XY ,A3 XYZ 方向 足多取代 C6A5X C6A5 C6A4X2 C6A4XY C6A3X2Y 然後最後一個是 C6A3XYZ 快快快 看一下 這些人都是帶有一個烏龜的取代物 那它總共會有 分別會有幾種的可能性 XYZ 快點 總共會有幾種 開關小 開關小 輕輕鬆鬆 總類的部分 掐指一算 一種 掐指啊 1 3 3 3 6 10 那要請同學把這幾個種類都給他畫 撕來 用 蛤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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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重複了 通常到這邊已經夠難了啦 你要討論再往下的我也不反對 好 不要害怕 我會慢慢的教你 第一個開始 C6A5X DDR3 感覺好像是 什麼處理鏡片的代號 感覺 DDR3 DDR3 現在已經落伍了吧 DDR3 現在可以裝到幾G啊 RAP可以裝到幾G啊 16嗎 16嗎 32可以裝了吧 不曉得 真的喔 這個 桌機還是米電 桌機 好久沒有碰桌機了 想當年啊 光搬一個主機跟一個螢幕到三樓 我就覺得自己跟健身 哇 那時候一台螢幕的重量 大概快要是這個講桌的三分之二的重量 14吋還15吋 這麼大 對 印象管 跟搬一台黑色的電視差不多 然後還有主機 搬到三樓啊 我爸說買電腦回來喔 又煩了 超大來的 好像現在 我看到最小的 最小的 我現在看到最小的PC 長這樣子 比這個還要再薄一半 對啊 PC啊 不是Portable 那是那個PC Personal Computer 就這樣 然後這邊就兩個洞 USB 這邊一個那個 以太網路 這樣 超屌 然後裡面還有藍牙 還有Wi-Fi 只是一台電腦啊 不會讓人 帶著走啊 就一直像那個隨身碟這樣帶著走 沒有意義喔 蛤 一碟 裡面裝一點那個Flash 然後誰要雲端啊 怎麼沒有什麼意義 你出差的時候就可以用啊 方便 你的東西設定什麼都在裡面 我只要有一台電視一台螢幕 線一插 就開始打電腦 非常非常不錯 你們可以去研究這一部分 我還有聽過另外一個 現在正在做的 有搞啊 這現在正在做應該蠻不錯的 你可以去 設列這方面的東西 就是 把那個Android的系統 軟體部分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把它撞到 其他的隨箱隨身碟一樣的東西 你會記憶卡裡面的東西 那那一片就是你的作業系統 就到處帶著走這樣 這個有興趣你可以到網路上面去 搜尋相關的知識 我覺得這以後 任何的設備都會變成是 有那什麼Android的系統啊 或者是蘋果的系統 那個一定會全世界自發的 這兩天有一個新的叫做Win8 對不對 這兩天開始一堆 一堆設備 出現 然後來A 如果接X的話 只有一種 沒什麼好說的 那什麼叫做A5 A5是這樣 你看喔 如果這個人身上有五種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個叫做碳有六顆 碳有六顆 那有一種東西叫做A有五顆 一二三四五 沒有碳有六顆 那有一種東西叫做A有五顆 一二三四五 長的都一樣 五顆 還有一個X長一顆的 在這邊 那其實這個可以把它講 叫做所謂的假本 假本就是這一 只有一種一勾物而已 假本只有一種一勾物 沒什麼好說 看B 那如果今天是本 身上有四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有四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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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親我就不畫出來了 親我就不畫出來了 我四個親 或者是四個whatever 隨便 只要四個東西一模一樣就好 四個whatever 隨便 那有兩個X要往上接的話 有哪幾種接法 可以這樣接 如果有兩個X要接 我教你怎麼接 如果有兩個X要接的話 你注意聽 第一種接法 接一個X接完之後 是不是會出現一條對稱線 你有沒有問題 這條對稱線畫完之後 有幾個位置可以接第二個X 哪三個 哪三個 二 還有三 對不對 所以第一種畫起來長什麼樣子 第一種畫起來 第二種畫起來 跟第三種畫起來 第一種叫做 我們就用兩個假機 第一種畫起來像這樣子 第二種畫起來像這樣子 第三種畫起來像這樣子 三種可能性 這三種我們一個一個把它畫出來 就長這個樣子 他們本來都叫做 所謂的二甲機本 二甲本 機可以省略 二甲本 三個人都叫做二甲本 但是你不可以只叫他們二甲本 就做吧 不然我怎麼把他們 確切的名稱 給分出來呢 對不對 所以三個人又有不一樣的名字 這個是在鄰居的 當鄰居 所以他們叫做 零二甲本 零二甲本 他們當鄰居 零二甲本 中間有一槓 把他們兩個字給隔開來 再來 中間那個 你看他們是不是 間隔了一個探 互相連接 所以它叫做 兼二甲本 面對面的叫做 對二甲本 他們三個是同分一共五 我就不多說了 同分一共五 你本來就應該會了 對不對 什麼叫同分一共五 定義給我 預備請 啊 問那個 海綿寶寶寶同學 貼見寶寶同學 對 阿滴 什麼同分一共五 定義 相同分子 欸 對不對 不同的 結構什麼 是 是 對 不錯 不錯 好 同分一共五 再來 這些人要開始 做什麼 三個人開始 比 費典 欸還有人衝過來問我 BP是什麼啊 哥 BP是費典 比MP 比榮典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笑同學 要帶著一顆愛心 跟耐心 來教導 對不對 不然哪一天你不會 別人就笑死你 怎麼辦 對不對 如果傷了你那顆幼小的心靈 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如果同學不會 你就要說 啊你哪裡不會 讓我來教你吧 這樣子 他就會很開心 要讓這個教室裡面 充滿著歡樂 充滿著愛 這樣我們就成功了 不要讓這邊充滿著苦毒 對不對 苦毒對一個人 是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們要把那個毒根拔起來 這棵樹才會長得漂亮 好 開始 看一下 突然有感而發 比費典怎麼比 比費典看極性 比費典看極性 什麼叫極性 極性就是分子的合力 我先來畫兩個人 拉單槓 你覺得哪一個人比較輕鬆 第一個人這樣拉 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 這樣拉 哪一個人比較容易上去 左邊的 左邊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合力的角度 合力等於 合力等於零就是沒有極性 合力等於零就是沒有極性 所以 比費典 零 大於見 大於對 對 費典零 對 融典呢 融典看的叫做對稱性 比融典的時候看對稱性 什麼叫對稱性 你注意看 這裡有幾個對稱線 兩條 對不對 那其他兩組呢 都只有一條 那你要注意聽喔 如果都只有一條對稱線 他們要怎麼比大小 我已經知道 這個是最強的 對 那零跟劍怎麼比 除了對稱線之外 再看極性 極性越大的 我們就說他融典越高 你可以簡單的這樣看 但真正的原因 並不是那麼簡單 不過你可以簡單的 用這樣子把它判斷出來 或者是念更快的 比費典零劍對融典對零劍 對 費典零劍對融典對零劍 笑了沒 還沒 趕緊 嘿 大聲 去吧 好 真是不簡單 有好的人人就是這樣 連尿料都要多人拍手 可惜他沒有那個 連鎖的效應 如果有的話 整個學校都會 噢噢 很帥 很帥 怎麼會智障 如果你在台中路中 你就不覺得智障 就覺得這是隱開的 來我跟你講一個 之前好像有罵掉的地方 叫做 C5 H12 C5 H12 有三個 一個叫做正物碗 一個叫做 意物碗 一個叫做 心物碗 正義心 一樣比費典 比融典 我有講過嗎 有喔 費典 正 義 心 我記得我上課是不是忘記講 所以你們考卷 大家都不太會寫 費典正義心 融典 心正義 有喔 費典正義心 融典心正義 他怎麼樣子判斷的 看費典的話 知戀越多 分子間的接觸面積會越小 如果接觸面積會越小 如果接觸面積越小的 他的分子彼此之間的作用力 就會小 那堆積就會差 作用力小 堆積就會差 那就會造成費典的下降 融典沒有什麼好說的 融典就是傳說中的對稱性而已 對稱性大的 融典就高 對稱性越大的 融典越高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對稱性一個 兩個 那這邊只有一個 第二隻找不到 那什麼叫知戀 知戀在此 這個叫做知戀 這個叫做知戀 你給人家包起來 那接觸面積就會相對的就會減少 知戀越多顆 接觸面積越小 作用力越小 不然喔 本來比融費典 最主要的因素 都是比分子量 但是這三個人比分子量沒意義啊 因為它同分易購物啊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關於同分易購物的一個問題 既然很多人沒辦法回答得出來 同分易購物 衍生出來的考題是這樣的 有相同的分子是 會有相同的分子量 這個邏輯對不對 對不對 有相同的分子是 必有相同的分子量 這個邏輯對不對 廢話 那有相同的分子量 必有相同的分子是 這個邏輯對不對 不錯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邏輯性的一個考題 好 我幫你之前幫你稍微補充一下 沒有問題 我要繼續講下去了 我要拿走了 等一下 快 有一句話不是說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最後是子於至善 那句話怎麼會 親親敏敏愛物是不是 親親人敏愛物 然後子於至善 是這樣嗎 欸 我以為你們要考試的咧 這是誰講的 哇 你們挫賽了 你們 你們挫賽了 風雅送付比心 這是什麼 你們挫賽了 那我大學 不是我高中讀到現在還記得 那時候老師 就講風雅送付比心 然後我把他都要生氣 就不讓他講 那我常常要讓他生天給你阿公 然後我就記起來 風雅送付比心 如果忘記他是在幹嘛 我會記得我把他弄生氣了 好 好 再來 AB 這是A 這是B 再來我們要講C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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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XY 欸不對 C6A4 X5 我們講到B嘛 XY OK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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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其實就跟XX一樣啦 它就是三種啦 好不好 XY XY其實就跟XX一樣啦 XY其實就跟XX一樣啦 它就是三種啦 好不好 XY XX要怎麼畫 注意聽 先畫兩個XX 有三個XX要放的話 先畫兩個XX 先畫兩個XX 會出現一條對稱線 這一條對稱線 會告訴各位同學 我有幾種接法 這條對稱線畫出來 你會馬上知道 你有幾種接法 是不是兩種 第三個XX可以接在這裡 也可以接在哪裡 最下面 你可以接在最下面 不超過對稱線的情況 有兩種 好 先不要超注意聽 這個叫做 我把前兩 頭兩個X 以0位的部分 是不是以0位的部分 先做討論 對吧 0位嘛 再來呢 0位討論完會討論 0位討論完討論什麼 0望 0望死了 0位討論出來討論 見位嘛 拜託 見位啊 不然見落 還該引掉 好 見位的話有幾種 放置 可能性 會有一種 兩種 三種嘛 對不對 但是第一種 跟誰重複了 第一種是不是跟這個重複了 所以第一種不放 第二種跟這個人重複 所以只有第三種放法 所以三種放法 分別是1 2 3 什麼放Y 什麼放Y 放Y就在法師 再放一次就好啦 X2Y 蛤 X2Y X2Y 我看一下 X2Y 然後我就把它改成X3就好啦 X2Y再多一個嘛 ABCDEF 兩個是一樣的 F的話 C6 A3 X2Y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三種 站起來 這裡應該是叫做 XY 不行 ABCD E的話叫做 X2Y N X2Y X2Y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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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是C嘛 他叫做C之一嘛 他叫做C之二嘛 哦 簡單 哦 哦 哦 三種三種 哪有在幫你耶 對不對 你打什麼我打什麼 那才是D 幫你 好 下次再繼續